趕快舉去你的手指頭 來看看你自己美不美 這是最近在網上流傳的一種 手一根手指見別 這個見別美醜的方法 而記者也找來林志玲跟桂倫美 這些大家眼中的美女明星 來看看結果準不準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曉得連接比賽 我們看起來很慢 做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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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連接下巴 感覺好像你們在做一些壞事 伸出食指在臉上比壓閉 大美女們在做什麼呢 原來她們被測試 要做網路上流傳的 瘋狂美醜見別法 把食指放在鼻尖上 如果連接鼻尖和下巴的手指 碰到了嘴唇 那就不符合美人的標準了 我碰到了怎麼辦 不美了 我做過那個測試 但我絕對不是美人 因為我做不出來 按照那個標準 我怎麼會做到 我覺得不是特別準 每個人的臉 都有自己正確的樣子 美人臉見別法 讓許多當紅明星們 達不到標準 讓人好意外 不相信 應該沒有這個 誰誰誰最高 碰他們 這是重口 不知道耶 這樣子的 開心嗎 開心 面部的美 美學標準 它有一個四高 額部最高點 鼻尖最高點 還有純珠 下巴的最高點 四點連線 連到一起了 就說屬於它是標準的 如此說來 專家說其實美不美 還得看整體協調 而且有的人喜歡 鼻尖點翹一點 有的人喜歡 唇珠翹一點 沒有絕對標準 多試試 你還會發現 只要嘴角微笑 嘴唇就碰不到手指了 所以多笑笑 肯定會變美不少 這潘桃宇正好報導